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身里面它包括灵魂吗 还是说它既包括灵魂又包括肉体 但是偏想用肉体呢 当然就包括灵魂包括肉体的 肉体怎么会没灵魂呢 如果肉体没灵魂的话就植物人呢 那就是说如果就是学佛的话 慢慢就是学的心比较定的情况下 然后又用这个佛的理念 然后你因果呀无常啊这些理念 是不是可以断除就是发生受爆的时候 就是让它把肉身不爆 不可能呢 不行啊 你没感觉的啊 你肉身受爆的话你心里不痛的啊 你脚扭伤了你的心里不痛的啊 那如果就是知道它是一个因果报应 就是不把它当成一种痛吗 好了好了好了 别在纸上谈兵了空谈了 再浪费时间 好好实实在在修点东西吧 你脚弄痛了 你马上心里会痛的啊 表面上你就算不痛的话 你心里会痛啊 我为什么不当心啊 我为什么这么不当心扭伤啊 你都经理不痛的啊 搞什么东西了 虚幻的东西少来 你好好救救人吧 你就觉得这些东西你能救人吧 人都一个都救不了 还跑到这里空谈还研究了 我看你是个思想家 研究家了 生气师傅 真的不要去研究那些虚无空无的东西 这是靠悟的 不是学出来的 是悟出来的 嗯 你以为学得出来的啊 嗯 好好修了 嗯 你有本事啊 用你这套哲学呢 用你现在自己悟的这套哲学 你帮我去收几个学生培养几个好一点的 佛有出来的 教他们完全奉献懂得舍 你去弄呀 嗯 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 嗯 佛法是你们能理解的啊 有啊 空性 无性 能不能把肉身和灵魂分开啊 可以啊 死了就分开了 听不懂啊 听懂吧 师父把这么深奥的佛法 用这么简单的例子给你讲出来 死了 分开了 你去分呀 嗯 脑子坏掉了 你是不是最近 你是不是最近那个 面粉吃多了 嗯 还是水多啊 你告诉我啊 自己好好想想了 度人的话要实实在在 一步一个脚印 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人了 嗯 以为自己完全悟性 完全开悟了 然后呢 哪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 在社会上 哎呦不得了了 对不对啊 你要说我们东方电台有好几个呢 一开口人家就不对的 一开口 就是 就是人家都是说错的 他是开悟的 他最开悟的 开的来 什么都没了 嗯 工作工作没有 家庭家庭没有 他开悟呢 开的好呢 嗯 听得懂吗 对 你是人间的人啊 你不能去寻找那些虚幻不实的人间的那些东西 你必须站在人间才来求佛学佛 你不能离开人间来学佛成佛的 嗯 你今天不是站在车间里 你有什么资格来讲车间里功能 这个生活的好 那个工作做的好 那个工作做的不好的 你必须是车间里的主任 你一步步什么都懂的 你才能讲他们呀 嗯 你现在自己还是个人 还没修好 嗯 寻找的都是一些虚幻不实的东西 你想想看人的肉身吃苦的话 怎么能够分 怎么肉体上和灵魂上能分开啊 嗯 分得开不然你告诉我 我现在抽你个嘴巴 你说我不疼 我一点都没感觉 我精神和肉体分开了 疼不起师父 真聪明 我就问哪辈子修来你们这么好的徒弟 这么多 一个早上这么多 对不起 好好听啊 跟着师父实实在在学 一步一个脚印才能达到佛的境界 菩萨是走出来的 而且菩萨是光着脚 佛陀是光着脚走出来 为什么 他是痛出来的 才在死者上 冬天是冷的 夏天是热的 是自己的感受 才能理解众生的感受 所以是这么修出来的 听得懂吗 嗯 嗯 别再寻找虚无的 很多女孩子就是啊 哎呀 想象我的老公应该怎么对我好 哎呀 怎么温柔了 去想吧 嗯 去各安徒生一起生活吧 嗯 没脑子 那师父啊 我也相当明的 为什么 谢谢 杀磊